婆婆经常不打招呼 就来家里翻箱倒柜 她想来就来 搞得我很没有安全感 丈夫从婆婆手上拿回钥匙后 婆婆为何对家里的一切 仍然了如指掌 竟然发现是一个 真红摄像头 什么都要管 这个婆婆算不算侵犯隐私 小夫妻还能过得下去吗 盯烧而洗 丁出世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婆媳矛盾是个老大男 很多人家婆媳之间都产生过 这样或者那样的纠纷 将一个好男人 加在中间左右为难 我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这样一个婆媳矛盾的 典型案件 2013年初春的一天 我们案件的主人公苏惠 外出办完事以后 她提前下班了 她的丈夫唐鹏 上班的地点离家比较远 要坐单位的大巴车 所以总是苏惠 所以总是苏惠先回到家中 做好饭菜 等自己的丈夫 那么当苏惠掏钥匙准备开门的时候 她突然发现房门是开着的 当时她心头一惊 早上上班的时候已经把门锁好了 现在怎么是开着的 难道家里懒小偷了 苏惠悄悄地推开门 引入眼帘的是鞋柜旁的一双女鞋 苏惠的心里又猛然一颤 难道老公扛朋友外遇了 这时候她听到了卧室里面 传来了响声 立刻怒冲冲地推开了卧室门 结果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只见婆婆正鬼鬼祟祟地打开 她卧室里的柜子再查看 老太太耳朵不好使啊 她没有听见儿媳妇的开门声 正在专心致志地翻看 这时候啊 苏惠上前大声叫道 妈您找什么呢 婆婆抬头一看 儿媳妇回来了 有些尴尬地起身说道 我不找什么来看看 你做饭吧 我先走了 还没有等儿媳妇苏惠 开口让她留下来吃饭 老太太啊就静止开门而去 晚上 唐鹏一进家 就觉得气氛不对了 她看见自己的妻子苏惠 板着脸坐在沙发上 灯也没有开 唐鹏啊马上陪着笑脸问道 怎么了老婆 工作不顺心 谁惹你了 告诉我 我替你出头去 苏惠啊 没好脸色地回答道 还能有谁惹我 是我惹不起的主啊 我回家时 你妈正像侦探一样 在咱们家翻箱倒柜呢 我还以为家里招小偷了 幸亏没有报警 唐鹏一听啊 直到是老妈又来过了 惹得老婆不高兴 就笑着原厂道 我妈呀是关心咱们 你不要介意啊 苏惠啊 依旧不高兴地说 有这么关心的吗 唐鹏知道啊 这婆媳关系不大好相处 她就安慰自己的妻子说道 她哪一天回家以后 要和妈妈讲一讲 让她老人家啊 没事 不要老来自己的家 苏惠知道丈夫是在敷衍她 就看着她认真地说道 你妈手中有咱们家钥匙 她想来就来 事先也不打招呼 这样啊 搞得我很没有安全感 时间长了 我肯定会得心脏病 你回家的时候啊 把钥匙拿回来 省得我天天回家提心吊胆 几天过去了 唐鹏依旧不敢向母亲 要回自己家的钥匙 她心里明白 母亲经常不打招呼 就来她家 多半是出于对自己生活的关心 可是母亲的行为 已经让妻子受到了惊吓 这又该如何是好 思来想去 唐鹏觉得 还是先硬着头皮 去跟母亲沟通一下 那么唐鹏母亲的态度 又会是怎样的呢 于是周末的时候啊 唐鹏就回了母亲家 笑着对母亲说 妈呀 我家的钥匙 你能不能还给我 苏惠啊 上次以为家里来了小偷 他差一点报警啊 老妈一听 马上就板起脸来 他火还没有发出来 这唐鹏啊 就上前搂住他的肩膀说 妈 我不是埋怨你 苏惠啊 也没有说你 只是啊 你想想 你不是一直想抱孙子吗 那我和书惠已经商量好了 我们两个人要要孩子了 最近一直在努力 我怕你这儿去我家呀 不小心吓着了书惠 影响咱们家的百年大忌不是 为了您未来的孙子 这段时间呢 您还是先委屈一下 老妈看看表情诚恳的儿子 知道啊 这是儿媳妇出的难题 但是她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太为难 就把气话咽了下去 起身回到房间里 把儿子家的钥匙拿了出来 交给了唐鹏 就这样 半年多的时间一晃而过 可儿媳妇的肚子却毫无变化 老太太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她认为 如果不能监督这两个孩子的生活 这抱孙子的计划恐怕就会泡汤 可是这钥匙已经交还给了儿子 自己又该怎么办呢 老太太集中生智 一条妙计浮上心头 于是老太太就给儿子打电话 告诉他 我托人买了点生态大米 让他把钥匙送回家 大米来了以后 好把大米送到他家里去 唐鹏就马上把母亲的要求 给苏惠说了 苏惠一听啊 还怕婆婆拿着钥匙不还 自己的家庭又回到以前 那个不断被婆婆挑剔的状态 所以他就对唐鹏说 你跟妈说不要送了 咱们双休日回去拿嘛 咱们年轻有力气 唐鹏啊不敢忤逆自己的老婆 就和母亲说 星期天我们回家去拿 这儿媳妇苏惠 为什么不愿意给他家里的钥匙 每天他上班比儿子晚 下班比儿子早 他要比儿子提前两个小时到家 那么自己去了 陪他说说话有什么不好呢 难道儿媳妇有什么秘密 不想让自己和儿子知道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儿子岂不是当了冤大头 老太太这么一琢磨 他就坐不住了 他决定啊 悄悄地跟踪儿媳 看一看他 是不是真想要个孩子 是不是真心和儿子过日子 苏惠的工作单位 离唐鹏母亲家不远 所以啊 老太太总是以锻炼为由 走到儿媳妇工作的写字楼附近 观察自己的儿媳妇 有没有异于常人的地方 一天中午 老太太来到了写字楼前 恰巧看见儿媳苏惠 穿着职业套装 蹬着高跟鞋 从写字楼里快步走了出来 只见一个中年男人 站在楼前 微笑着在等着他 儿媳苏惠上前 挽住了那个男人的胳膊 两个人呢 有说有笑地 向美食城的方向走去 老太太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发现儿媳和那个男人十分亲近 那个男人一边说着话 还一边手啊 拍拍苏惠的脑袋 这老太太这一场景实在看不下去了 她气呼呼地回到了家中 她终于明白 为什么儿媳妇没时间做家务 为什么她不想生孩子 原来是在外边有了情人 这件事情啊 一定要搞清楚 要不然自己的儿子就戴了绿帽子 而全家人呢 还傻呼呼地在讨好这个出轨的儿媳妇 婆婆怀疑儿媳出轨 想尽办法查个水落石出 从这一天起 老太太盯梢儿媳就更起劲了 看一看她 是不是真想要个孩子 是不是真心和儿子过日 婆婆无功而返 她又会想出什么花招调查儿媳 你家里有电脑的话 装一个摄像头就行了 要是已经被儿子要回 她怎么才能在儿子家安装摄像头 丁烧儿媳 丁出事正在播出 从这一天起 老太太丁烧儿媳就更起劲了 但是老太太的腿慢慢都溜细了 她再也没有发现儿媳妇苏惠 有什么不轨的地方 但是老太太不甘心 有一次和小区里的老太太们 在闲聊的时候 她听一个老太太说道 说她每天都和远在国外的 孙子视频聊天 孙子玩什么吃什么 这老太太都知道 唐鹏的母亲一听 马上精神抖擞 问这什么好东西 怎么不用到现场 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那个老太太自豪地说道 这个事情简单 你家里有电脑的话 装一个摄像头就行了 我的儿子就会弄这个事 唐鹏的母亲马上就哀笑道 我家有电脑啊 能不能让你儿子来帮我们家 也装一个摄像头 那个老太太满口答应 说你家里准备好了以后 我让我儿子去给你帮忙 老太太得知了这个消息 神情振奋 她心想 这回必定能抓住儿媳妇的把柄 证明自己之前的举动 都是明智之举 可是自己手中的钥匙 已经被儿媳设计要了回去 这摄像头究竟怎样才能装到 儿子家里呢 星期天 他给儿子打电话说 让他回家来拿东西 唐鹏回到家以后啊 母亲交给了他几个大包 说这是给苏惠 专门买的营养品 唐鹏听了以后啊 心里长舒了一口气 以为母亲终于理解了 自己的妻子苏惠 在吃完饭以后啊 她在家午休了一会儿 但是她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时候 母亲趁机拿着她的钥匙 到外面偷偷配了一把 唐鹏的母亲偷配了 儿子家的钥匙以后 就向小区那个视频聊天的 老太太求助了 老太太啊 就安排自己的儿子 给唐鹏的母亲帮忙 他们一起来到了唐鹏家 这个帮忙的年轻人问道 大娘这是你家吗 老太太说 这是我儿子家 帮忙的人又问 那装摄像头 你儿子知道吗 老太太坦然的说 就是我儿子让我装的 这样我可以每天看到我孙子啊 他还说 你别装在那显眼的地方啊 小孩子淘气 会把他弄坏的 帮忙的人呢 信以为真 就在唐鹏家的客厅里 装了一个隐蔽的摄像头 摄像头装好以后 老太太啊 不用天天跟踪了 她发现呢 儿媳妇在家里 除了做晚饭以外 其他的家务活 都是自己儿子在做 儿子干活的时候 儿媳妇啊 就坐在沙发上 玩手机 看了几天以后啊 这老太太又看不下去了 白天儿子和儿媳一样 她也要上班 晚上回家来 还在伺候自己的老婆 而没结婚前 儿子在家都是甩手掌柜啊 现在儿媳妇倒像甩手掌柜了 这儿子娶老婆 娶回了一个娘娘啊 老太太啊 心疼起了自己的儿子 到了周末的时候 唐鹏和苏惠 一起回家去看她 这老太太脸色啊 就一直十分难看 但是苏惠啊 和唐鹏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苏惠还小心翼翼地讨好道 妈 我们正准备让您抱孙子呢 老太太啊 抬眼看了看她 不冷不热地嗡了一声 然后啊 就起身到厨房去忙活 做饭去了 留下了茫然郁闷的苏惠 和无可奈何的唐鹏 呆坐在客厅里 他们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这老太太啊 就憋不住了 她不温不火地 先看了看儿子说 我活这么大年纪 每天都要干活 不干活就觉得浑身难受 你们年轻人啊 也要勤快一点 你们要干活啊 两个人都要干 看到儿子点了点头 他又自然地转向儿媳 苏惠说道 你们不能一个人干活 另一个人当甩手掌柜 一个人忙得屁股尿流 另一个人呢 看手机玩微信 你们是夫妻啊 可不是什么个体货 听了婆婆的话 苏惠心头一惊 婆婆手中明明已经 没了自家的钥匙 却对家中大小事物了如指掌 从而对她冷嘲热讽 婆婆究竟是怎么知道自己家里的事情 难不成是丈夫唐鹏在婆婆面前告了状 离开了婆婆家以后 苏惠有些气急败坏 她冲着唐鹏吼道 唐鹏 你都这么大了 你妈还是你的保姆啊 咱们家什么事你都跟你妈说说 唐鹏双手一摊 我也不知道啊 那她肯定是瞎猜的呗 苏惠啊 瞄了唐鹏一眼 不高兴的说道 你妈是神仙呢 猜得那么准 肯定是你回家说的 你嘴太快了 唐鹏呢 不想和自己的妻子啊 无谓的争论了 她只好陪着笑脸 搂着苏惠的肩膀说 老婆呀 树大根多 人老话多 你就当是为了我 为了咱们家 让我妈说几句就说几句吧 没有想到啊 苏惠用力甩开了唐鹏 低着头 自己快步走去 从这以后 这个苏惠的疑心病又犯了 她总是觉得有人在监视自己 上班途中 也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 可是回头一看 又找不到人 唐鹏就说他呀 你精神太紧张了 还是放松放松就好了 一天晚上 苏惠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唐鹏啊在家里拖地 一不小心就把花瓶给碰到了 苏惠听到响声 抬眼看了看 突然发现 花瓶背后那个墙壁处 有一个亮点 他觉得很奇怪 急忙起身上前查看 竟然发现是一个针孔摄像头 他马上指着这个摄像头 对老公说到 唐鹏 你看这是什么 这唐鹏一看也愣住了 苏惠这时候意识到 这一定是婆婆干的事 他一边哭啊 一边对唐鹏叫道 唐鹏啊 咱们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嫁到你们家 没有一天消停过 那就是柯格勃也没有你妈敬业啊 他竟然在咱们家装摄像头 来监视我 唐鹏啊 本能是不相信自己的母亲 会跑到自己的家中 来装摄像头 但是联想到母亲 对自己家的情况是如此的熟悉 那简单推理也应该知道 这事啊 就是老太太干了 唐鹏就安慰妻子说道 老婆啊 我明天回去就问问咱妈 如果是她干的事 我一定狠狠地批评她 这时候啊 苏惠起身 进卧室去了 他一边收拾着自己的衣物 一边说我要回娘家去 唐鹏啊 跟在他屁股后面 连声问道 苏惠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为什么非得这样做 苏惠啊 扭头对她说道 唐鹏啊 我算明白了 你妈一直把我当外人 或者说连外人都不算 算仇人 我要再在你们家过去去 那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我必须回娘家去 你去和你妈谈吧 她不满意我 咱们俩可以离婚 婆婆安装摄像头 监控儿媳 不料却惹出大麻烦 咱们这日子没法过了 那就是磕磕磕 也没有你妈境界啊 儿媳以离婚相威胁 要求婆婆不干预 他们的私生活 婆婆能做到吗 这不都是为了扶正家风吗 她凭这一点就要闹离婚 心胸是不是太狭隘了 母亲坚称自己行为没错 儿媳却认为她侵犯自己的隐私 家在婆媳矛盾间的儿子 该如何是好 盯烧而喜 盯出事正在播出 这唐鹏一个人在家也待不住了 他就决定回家向母亲问清楚 唐鹏一进家门 就对母亲啊 严肃的问道 妈 我家的针孔摄像头 是不是你装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老太太看看自己儿子 没有什么话好说呀 她的脸上表情实际上告诉唐鹏 这事就是她干的 唐鹏气急败坏地说 您这是侵犯了我们的隐私啊 你把苏惠都气跑了 老太太嘴还很硬 她不承认自己有责任 你老婆是不是我气跑的 很难说 说不定啊 她早就想和别人跑了 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这时候老太太就开始把自己侦查到的儿媳妇的不妥行为 一桩桩一件件都摆了出来 等到老太太口沫横飞地说完 唐鹏就问 那个和苏惠关系密切的男人长什么样 老太太呀 把那个男人一形容完 唐鹏听了以后啊 哭笑不得地对他说 妈 他是苏惠的表哥 老太太听了以后啊 还是不以为然 那个男的脸上又没有写他是苏惠的表哥 我怎么知道 那就是表哥 这样做是不是也太亲热了 唐鹏啊 就对老太太解释说 妈呀 苏惠从小啊 就跟着他表哥屁股后面长大的 您这样做呀 真的太过分了 老太太听儿子这样一批评啊 就磨起了眼泪 唐鹏啊 你爸死后 妈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 妈做这些不都是为了你吗 现在你开始嫌弃我了 说我无用了 说我做错事了 他这样一讲啊 唐鹏急得是直坐脚 妈 你对我好我知道 但是您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啊 这苏惠毕竟是您的儿媳妇 第二天 唐鹏下班以后 来到了自己的丈母娘家 苏惠看见他以后啊 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唐鹏啊 就把昨天晚上他和母亲交谈的情况 向苏惠做了汇报 最后恳求苏惠 看在她的面子上回家去吧 苏惠啊 听了以后摇了摇头 不是我不理解你 你妈不承认错误 今后啊 过日子 说不定还会发生问题 长痛不如短痛 不如干脆 咱们两个人离婚算了 那唐鹏一听离婚 那是坚决反对啊 费了半天口舌 这个苏惠 就是不同意回去 唐鹏啊 最后无可奈何的说 你要我怎么办呢 她是我妈 我总不能和她断绝关系吧 你总不能老死不想往来吧 苏惠啊 回答道 我没让你这么做 但是我也有我的生活准则 你不接受 咱们两人可以离婚啊 唐鹏啊 折腾了半天 最后是无功而返 唐鹏回家以后啊 给母亲打电话 说了见苏惠的情况 然后埋怨母亲 把她的婚姻呢 搞得一团糟 母亲在电话里说道 我是长辈 说说你们 不管对还是不对 都没有什么错误 这不都是为了扶正家风吗 他凭这一点就要闹离婚 心胸是不是太狭矮了 唐鹏啊 无力地回答道 妈呀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是非要看着我们两个人 离婚不可吗 就这样 唐鹏每天下班后 都去丈母娘家 开导妻子苏惠 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看着日益销售的儿子 母亲十分心疼 她不由得反思起自己的行为 难道自己错了吗 自己到底该怎么办 老太太呀 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离婚 她就到街道司法所 寻求人民调解员帮助 当老太太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调解员讲述完以后 调解员就严肃地批评她 你跟踪儿媳妇 在她家偷装摄像头的行为 已经侵犯了儿子和儿媳的隐私权 我儿子过去一天24小时都在我眼皮子底下 我现在在她家装个摄像头 怎么就侵犯了呢 于是啊 调解员就耐心给她做了解释 其实啊 这个隐私权的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隐私权 什么叫隐私权 顾名思义就是不公开嘛 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 与私人信息秘密 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 窒息 收集利用和公开侵犯的这样一种人格权利 这是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基本的人格权利 作为权利主体 对于其他人在何种程度上 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 或者换句话讲 想让别人了解自己多少秘密 都是他本人具有决定权 我们国家侵权责任法 包括民法通责 概括的公民的民事权益 其实就包括隐私权 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 明确规定 侵害民事权益 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司法实践经验 下列这些事项都属于公民的隐私权 姓名 肖像 地址 变化号码 有多少财产 私人文件 包括社会关系 像自己的亲属啊 包括网络上自己要公开的个人信息啊 这些都是依法受保护的 那些在网络上动则就人肉他人的这种行为 实际上是侵犯隐私权的一个行为 那么调解员呢 给老太太讲解完以后还告诉他 唐鹏和苏惠的夫妻生活呀 包括苏惠个人工作和生活都属于公民隐私的范围 依法受保护 未经他们本人同意 其他人呢都不能干涉 包括你这个婆婆和妈妈 老太太听完调解员的宣讲以后啊 这心情就很沉重了 那看来我是真犯法了 调解员呢就笑着说道 虽然您老人家这个行为不合法 但是你们是家庭矛盾 我组织你们全家呀调解一下 在调解员的努力下 唐鹏 苏惠和婆婆在人民调解室内相见 调解员呢 语重心长的讲道 婆媳之间是姻亲关系 由于不是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 所以婆媳之间呢容易发生矛盾 当儿子结婚以后 原来的家庭关系就发生了变化 母子之间的这种分离的焦虑 就会在这个时候影响到母亲 所以在家中啊 母亲由于过去对儿子过于呵护 她常常会担心自己的儿子吃亏 就容易对儿子的生活呀 介入的过多 婆媳原来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家庭当中 所以双方各方面都存在差异啊 在一起共同生活以后 肯定就容易产生矛盾 因此啊 婆媳之间应当互相理解和包容 调解员在讲完以后啊 还批评唐鹏的母亲 行为不妥 侵犯了儿媳 苏惠的隐私权 而儿媳呢 作为晚辈 也有和婆婆沟通不够的地方 听调解员站在各个方面 语重心长的一番解劝呢 苏惠和婆婆相互啊 都做了检讨 都说自己有责任 调解员呢 这个时候就向唐鹏啊 使了个眼色 唐鹏啊 会议的对他们两个说 妈 老婆 现在咱们误会消除了 咱们从今以后 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走吧 今天我请你们吃饭 说到这儿啊 这唐家这三口人呢 相视一笑 这场婆媳纠纷 就此化解 观众朋友 俗话说得好 婆媳亲全家和 婆媳之间呢 由于有几十年为共同生活的先天不足 再加上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代沟 因此啊 正确的处理婆媳关系 要注意下面几点 首先 不需要填平代沟 第二 不需要委屈任何一方 只需要双方互相包容 互不侵犯 互相尊重 婆媳关系啊 才能融洽 家庭啊 才能稳定 这就是婆媳间的相处和谐之道 好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光天化日下偷孩子 被警方抓祸后 他竟为自己叫蛆 他自称姓马 是孩子的亲奶 孩子的父母一听就急了 连说不认识这个老太太 我老妈还在老家呢 这个老太太啊 就是个人贩子 为自证清白 老太太上法庭 申请亲子鉴定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孩子怎么又丢了 孩子被偷两次的真相 明日播出